现在我们有请十号师兄 为我们做薰法香的分享 十号菩萨请 好 亲爱的上人 师父 还有线上的各位菩萨 大家好 也非常感恩大家早安 非常感恩又到了我们 每一个礼拜的分享的这个时间 机会 那感恩大家 总是在这个十月 每一个礼拜的这一天 那在开始之前呢 跟大家报告一下 接下来的行程 今天是礼拜六 那我们将在下个礼拜二 很快就到了 礼拜二就一早 我们就即将出门 上人即将再开始 这个睡末祝福的行程 那台湾目前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目前的这个防疫的 这个警戒度呢 是慢慢的走松缓 因为疫情已经松缓许多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 这一次能够平平安安的出门 那包括在各个地方的 睡末祝福 当然是要按照各个地方的规矩 那更重要的地方是 希望人人都能够平安 不要有任何的这个状况出现 那这一次的行脚呢 从礼拜二出门之后呢 会有37天 那这是有史以来最长的 这个行脚 整个超过一个月 而且是37天 那因为今年过年啊 就是明年的2月1号过年 大年初一 也很靠近了 所以可能回来的休息 都不会很久 就要再次出门 所以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状况 那希望上人的状况 那看上人今天 在去花莲进司堂 这个走路很快 今天上人的角力很快 所以希望能够 而且讲话有力气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越来越顺 那体力也能够不断的 看到大家的力量 那这个也有跟大家稍微 也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最近我们也看到很多 有一些菩萨年纪长的 那就是要趁着上人出门之前 就有点来辞别的概念 就是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了 那可能因为也有一些 这个绝症 所以他们就来跟上人辞别 那辞别就 你可以看到上人对这些菩萨 其实是都有过去的记忆 所以就非常的亲切 那你看到他们来辞别 其实也是很不舍 那也看到几位菩萨 因为来花莲慈愿 他们有这个跨 那个岳阳就是从国外的一些医疗 因为的确是不容易 那可能有些状况 所以也是需要上人的祝福 那上人祝福他们的健康 但是看看上人自己本身的身体 那个当下你就会觉得 很不舍 自己的身体都不好了 那还可以帮别人祝福 大家还都在找上人祝福 但是我在想 其实这也就是 我觉得上人的力量 不是来自于自己 是来自于所有的人 那我们就是上人的力量 我们就是上人的生命力 我们如果慢下来了 那上人也会慢下来 因为上人要拖着我们走也很累 所以我们要快 我们要跟得上 我们甚至要在上人前面 这就是我们该要做的事情 那这样才有办法 能够真的是帮忙承担 所以我们就是上人的力量 我们就是上人的生命力 我们只要能够给上人力量的话 那上人会感受得到的 他会有这个身体上会好转 我非常的相信这一件事情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我们这一个礼拜的这个分享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我们都是上人的延续 我们也都是上人的生命力 好 那今天呢 一样 我们先讲一下我们之前 那之前呢 我们也是 这是最近这一两个月以来 我一直想尝试的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 一些比较普世价值的内容 那来透过这样的方式 跟大家来分享 一些比较能够 如何能够把佛法用在生活上 那所以之前我们谈过的苦极灭道 那我们也问这个问题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 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那很快来讲一下苦极灭道 我们要知道这个苦 知道这个苦就是要了解 别人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会怎么做 知己知彼嘛 那别人遇到了这个状况 他怎么做 他怎么超越的 那我们也可以怎么去借经跟学习 那知道全球的苦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在慈禧的法门当中 就是见苦知福 那知福之后 还要知福 惜福 造福 这就是上能给我们的 一个很清楚的路 那守治奉道 就是这条路 菩萨道就是因为看到这个苦 那这个苦的后续 知道这个苦之后 你的后续就是 知道自己很有福报 而且还能够去付出 那就是这条路 那苦极灭到 比较主要的部分是在讲 你要知道他的苦的来源 还开始去思考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你要下定决心 去解决这个苦 所以要绝灭 那时候给大家分享 你要下定这个决心 那才会有这个行道 所以我觉得要走这条路之前 那个决心跟誓愿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下定 这个决心跟发这个愿的话 那么你就算有很好的路 在你面前 就算已经把所有的答案都找出来了 如果你没有办法 好好的发心力愿的话 那一个愿没办法横齿的话 那再好的路 也不见得会去走 所以我觉得 苦极灭道当中 我自己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这一个 绝面 你要下定决心的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慈祭 在任何地方 他一定都会遇到困难 我相信 人生当中 不这个 不 不顺心的事情 是十之八九 那也就是说 你做任何的事情 例如说 上班 甚至于生活 甚至于结婚 甚至于生子 甚至于创造家庭 这一些所有的 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事情 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人 他都需要一个决心 我决定要经营 这个business 我决定要经营我的career 我决心要经营我的marriage 我决心要经营我的family 这都是要下定决心 否则的话 太容易 一个风来 就把整个树 或者是 整个船就掀过来 就倒了 所以 我觉得苦极面 在跟我们讲的这个重点 很多都是理想性的 你要知道苦 你要知道它是为什么来的 你甚至要去想出 很好的方法来解决 但是 没有这个决心 一切都免谈 一切都只是直上谈兵 要有这个决心 你才有办法能够走出第一步 你还有第二步 如果你第一步走出去 遇到困难的 没有决心 那你也不会有第二步了 所以 我自己觉得苦极灭到 它不只是讲一个看问题 评估问题 分析问题的方法 它更是一个态度的表决 我决定了 我表决了 我表现出这个决心了 这就是我的态度 我要灭了这一个问题 我要去除我的习气 没有这个决心之前 一切都只是说说就好 好 这是苦极灭到 那因缘果报 我们也曾经用了一整次的时间 来谈到了 什么是因 什么是缘 那知因 巨缘 思果则报 那那个时候讲到的部分 就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苦极跟因缘 很类似 都是在去想 它的来源是什么 因就是在了解 它过去做它的这个因 那缘又是了解 它这个慢慢的累积 所以苦跟极跟因跟缘 其实很类似 那思果就不一样了 思果是看到了这一些事情 你开始去想 到底是什么样的因 有不知道的因 有不知道的缘 造成了现在的果 那你要选择你的报 你的报也是一个态度 所以则报就很像绝灭 它很像要做一个决定 你要选择我要怎么去进行下一步 你看到了这样的成果之后 你的下一步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因缘果报 所以苦极灭到因缘果报 我们曾经也都分享过 那接下来就是成正信实 那成正信实 我们也提过 那就是成是发自内心的 它是一个发自内心 发自肺腑的一种力量 生命力 所以当我们讲到了 非常的那种感到热血沸腾 讲一件事情 讲到越来越大声 那种感觉 不是吵架 是非常非常的感受 感同身受到这种感受 那就是成心 因为你已经 心已经感受到了 心已经结合上了 那种同心 那种同心同肌 那种感觉已经结上了 就是你会感受到 那种水灾灾民该怎么办 为什么 因为你曾经也是那个灾民 所以你会感受 感同身受 那就是发自内心的 你会去感动 你会去感受 那我们很多情况 其实并没有真的经历过 那样的感受 但是我们可以去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那就是我们的成心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受苦受难的苦 我们就会很自然的 想要去自己 自己启发 自己去帮助他们 那就是成 发自内心 不是别人叫你的 那正是什么 就是要去如规如矩的 去引导 我们常常讲说 下了大雨 水这么大 该怎么办 一定是要引导到入海洋 或者是引导到入河流去 你越足越盖越高的 这些堤防 其实它没有办法 帮你挡住这些水 那这些堤防 最终最终就是要帮你 把这个水挡下来 但是要去引导 所以成跟正 成就是有那一份的生命力 那种爱如潮水 像水这么强的潮水来了 那你的正就是要去引导他 例如说四大八法 例如说 这个孩子们充满了精力 那我们就让他们去 趁这个机会去学学 运动 学学去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sports track and feel 去打球 等等的 那就是一个引导他 往正向的方式走 充满了精力 总不要在那边整天打架 所以我们去 去学boxing 去学这些 去学这些 这个self defense 等等的 或是学音乐 学美术 那就是当孩子们 时间精力充沛的时候 给他们引导到 他们正规的路上 那我们也是一样 当每一个人的慈悲心 无缘大慈 同地大悲的心 发起来的时候 你要用智慧去引导他 那这个智慧就是正 如规矩 如理而行 那就是真正的正 那信 那个时候我们提到的 就是一个信心 信心 信什么呢 信己无私 信人有爱 相信自己 相信别人 更是要相信 这一切的最终最终 都会都能成功 信这个相信上人 相信佛陀所说 人人皆有佛性 我们都能成佛 这不是只是嘴巴讲 这是真的要相信 相信上人的三愿 人心进化社会 相和天下无灾 都将发生 也都将实践 就像地藏王菩萨 曾经说过的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相信有一天地狱会空 相信人人皆可成佛 这就是信心的力量 充满着希望 而实 就是把这么远 这么远的一个希望 人心进化的那一天 那么远 那么遥远的希望 但是放到了 现在的第一步 那就是实 实心的走 真实的起于始步 始于起步的第一步 第一步该怎么走 那开始慢慢就会发现 你必须要去舍 那天我们也一起讲到了 这个舍 例如像上人 要舍掉 舍掉什么呢 当初也是发愿 发的愿是什么 不收弟子 那后来 弟子满天下 为什么 因为真正要去走了 走了这条路 发现了人间菩萨道 需要更多的人一起来 而且要带动 同样的这个信念 而且要传承 所以真实的时候 你会发现 真正走出第一步 往往会跟你的目标 跟你的发愿的 一开始的那个愿景 不一样 那要做调整 那就是舍了 所以成正信实 那我们也问了 成正信实 你觉得哪一个是 你觉得最容易 你做的最好的 跟哪一个最需要改善的 那所以 这一些过程当中 从这个苦极灭到 因缘果报到成正信实 都是希望能够让大家 有一个直接去了解 不要用太深的佛法 而是用一个生活法 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提到了四色法 布施爱语立行同事 那也分享了什么是布施 布施就分为了 有这个财布施 法布施 无畏施 那当然爱语 我们也提到了爱语 就是鼓励 这个鼓励跟这个善诱的 这个语言 但我们也提到了 另外一种爱语 那就是讲说 我帮他讲话 我传达的善良的讯息 是我是第三人称 来讲这件事情 所以我不是对你讲你的好 而是我是对你周围的人 对你的老板 对你的太太 对你的先生 对你的孩子 讲到爸爸妈妈 是这么的辛苦 因为有的时候 爸爸妈妈自己讲 自己多辛苦 孩子不一定能够这么完整的接受 或者是孩子自己讲说 爸爸妈妈 你知道我多么的努力 用功读书吗 这也不容易能够接受 但是当别人帮忙 讲这些话的时候 其实这样的爱语 也是非常的有用的 那所以爱语 不是只是鼓励跟 跟这个引导 它更是能够给大家 肯定跟鼓励的 肯定的一个方法 那例行 除了这个帮助他之外 给他需要的东西之外 我觉得更重要的地方就是 帮你去除一些 排除你的障碍 如果你知道 在做这件事情 你继续这样开下去的话 那个地方 你知道的 已经是发生了一些 这个那边比较土质疏松 所以你往那个方向走 可能会有危险 那我就要嘛 跟你说赶快detour 赶快改道 或我跟你讲说 你要往那个地方开 你车子要加链子 才过得去 帮助你排除 问题可能还没发生 但是我帮助你排除这个问题 我们也讲到了说 就是在一个会议室当中 可能会有两三个人 先走进来这个会议室 做什么 帮忙排椅子 帮忙确认 帮忙倒水 帮忙什么 所以当大家都进来的时候 这个会议能够 如期的进行 这就是例行 做一些事情 是帮助他开道铺路 这就是例行 那同事呢 就是一起 一起努力 也一起往前走 因为共事了 一起做一件事情 那一起同心协力 做一件事情 所以你更有感受 所以那次也问到了 那大家觉得 这个四个 四设法的 这个前后主要 大概是什么 所以我们其实 讲了蛮多的内容 那今天 在上人出门之前 因为上人出门后 我就会希望 我们就改回来 之前的方法 或许就不会有 大哉问的模式 我们可能就变成是 上人行脚中间的 这一段开示 这几段开示 我会希望说 能够让大家 每天看着人间菩提 能够知道上人去了哪里 但更重要的是 上人开示 这么多的内容当中 我觉得重点是什么 我们把它抓下来 我们一起来分享 好 所以这将会是我们 这个近思法随 大哉问的最后一次 也是希望能够透过 这些不同的内容 让大家去好好的 去想 去思考 好 那今天是什么内容呢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的是 普天三无 普天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 普天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 普天下没有我不爱的人 那其实这是更早以前 大概三四十年前上 就开始讲普天三无了 那上人在跟人文字业 座谈的时候提到了 那这个信任是人人 信任什么 人人本具佛性 人人都有这份爱心 但是相信他有这份爱心 相信他有这个佛性 不表示他现在就可以做到了 就像是一看那个 你看那个小孩子 你看到一个婴儿刚出生 他能走吗 他不能走 他能跳吗 他不能跳 他连爬都不能爬 他连翻身都不会翻身 但你相信不相信他能够翻身 你相信他能够站起来 你相信他有一天能够讲话 能够跟你讲出很多的道理来 会不会 你相信 所以相信他有这个潜能 不表示他现在就做得到 但是你相信他有 那这是上人讲的 你相信他有佛性 相信他有善良的心 但是还是要靠智慧观察的言行 那不能够还不了解 就完全给他这个重任 所以相信他可以 相信他有潜能 但还是要做观察 所以上人在跟我们讲 那今天我们就要讲的是普天三五 首先我们先从第一个 普天三五 我们先来听 上人在2014年的时候 曾经对全球的四合一干部 提到了 无论身在何处 能够把当下的人事物 融合佛法道理 让心量能够无限的开阔 就能够发挥普天三五的精神 我想这一句话 就在跟我们讲重点 什么重点呢 人事物融合佛法 还要让心量无限的开阔 就是普天三五的精神 所以就是爱所有的人事物 无论什么人 什么事 什么物 你都是爱他 无论什么人 什么事 什么物都要相信 等一下我们提到 什么叫相信 无论什么人 什么事 什么物 我们都要原谅 心量要无限的开阔 能够看得开 能够放得下 所有的人事物都能够爱 能够信任 能够原谅 都能够去帮助他 能够相信他 还能够放下他 那你就是融合佛法 那就是无限的开阔 所以首先 我们先来讲 普天之下 没有我 我不爱的人 上人同一天讲到 普天之下 没有我不爱的人 这个我是你 是我 也是他 你我他 都要和上人一样 普爱天下 所以上人已经很清楚 跟大家讲到了 普天之下 没有我不爱的人 这个我 不是我而已 是我们全部的人 我们全部的人 都要去爱 都要去爱天下的众生 上人说 大家都有这份爱心 只要知道 哪里有灾难 就要到那个地方 去关心 哪里有苦 我们就会 不忍心做事 我们就主动去关怀 跟帮助 这就是我们 所以普天之下 没有我不爱的 那个我是大家 因为我们都有 佛心师志 所以我们会一起 有这份爱心 我们也被启发了 所以我会爱众生 那今天跟大家讲 什么是这个爱呢 我觉得就是 对所有一切的慈悲 对一切人事物的慈悲 对人对事对物 对众生的慈悲 这个慈悲是什么意思 我不忍心 看到这个人 这个事 这个物 有苦难 受苦受难 所以我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那就是爱 我希望能够改变 他这个苦难 我希望能够改变 他现在的状况 我不希望他受伤 我不希望他受苦 所以我希望有一点动力 而这个行动 这个源头 如果是无私的 是无我的 是大我的时候 那这就是大爱 所以很清楚 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 我刚刚上的讲 是大我 是全部的人 那爱是什么 因为不忍 所有的人事物 受到苦 受到难 所以我们不忍 我们不舍 我们要做一些动作 来改变他 而因为这些动作 是无私的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我根本不认识你 我对这件事情 也没有任何的利益 但是我不舍 所以我要做这件事情 那就是大爱了 那什么是爱 不只是大爱 甚至这是一种包容的爱 你要爱 所有的优缺点 这件事情 你明明爱了他 你也知道会受到伤害 但是你还是对的事情 做就对了 就像1991年 上人决心 决定 下定决心 要去帮助 这个中国大陆的 这个华东水灾 有没有缺点 一定有 台湾的反弹 一定有 我们再继续看 每一次 这个 2000年 2000年 这个 2009年 2009年 88水灾 一样 对的事情 我们希望 能够让大家 搬下山 来好好的 安住在山下 能够安心 以后就不用担心 台风 住在山上了 有没有缺点 所谓的缺点 就是他美中不足 人人都会觉得 我的家 我的传统 我的这个 就是在山上 所以我必须 要留在山上 所以对大家来讲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 那对我们 对慈禧来说 我们已经给你最好的了 但是对人家来说 还是会有一些缺陷 所以爱了之后 结果呢 结果人家并不接受 包容的爱 就是人家就算对你 不高兴 不满意 你还是愿意爱他 这样子包容的爱 不只如此 不只爱他的优点 爱他的缺点 爱他的好跟坏 还要怎么样 你不喜欢的 你也要爱 好多好多 什么叫不喜欢 其实上人 也没有什么不喜欢 但是 有没有我们不喜欢的 有啊 之前几个月前 跟大家分享到了 跟大家分享过 那个南非 南非他们上次暴动的时候 那种感受 如果这些人 是曾经来 抢过你的店 烧过你的公司 跟工厂的人 你觉得你还有办法 能够帮助他吗 你能够爱你 不爱的人吗 你能够爱你 不喜欢的人吗 这是一种 不容易啊 包容的爱 你不止如此哦 你还要去爱 那些不喜欢你的人 你不喜欢就算了 你改变自己就好了 因为这是包容嘛 但是 这些人是不喜欢你的 他不甩你 他不在乎你 他是冷漠的 他漠视你 他无视你 他不喜欢你 你还要爱他 这就是一个 完全包容的爱 所以普天之下 没有我 刚刚上人讲 我是你我 他全部的人 不爱 这个爱是什么 是大爱 无私的爱 是一个包容的爱 爱他的一切 他的好跟他的不好 而且 还要爱你不喜欢的 他可能是 他不是你喜欢的 他甚至也不是 喜欢你的 但是你都要爱他 这是一个 多么伟大的爱 这一句话而已 普天之下 没有我不爱的人 这就是上人的爱 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个爱 还是个传承的爱 你如果跟上人说 上人我爱你 上人会跟你说什么 爱我就要爱我所爱 这个爱 不能只是 普天之下 没有我不爱的 就这样子而已 没有 你还要爱 所有这些 你爱的人 所爱的这些事情 爱乌吉乌 今天早上的这个 成语 静思法学庙莲莲华 第895集 讲到了加塞尊者 加塞尊者 今天的故事很特别 今天很特别的故事 我们会用到它两次 这是第一次 加塞尊者的故事 是这样子 那因为佛陀要开示 那加塞尊者 听到了佛陀要开示 就从很远的地方 他都是在比较 他不是走路 他走路是比较走偏远人群 而且这些人群 都是比较受苦 比较贫穷的这些人 那从很远的地方来 走路 直接走到了这一个 这个场所 那直接要进入 这个会场的时候 大家不认识他 而且他也不修边幅 他就是这个衣服 也是乱乱的 然后胡子 头发都没有整理 他就进来了 那加塞尊者 他这样进来了 但是佛陀对他 就是非常珍惜这一位弟子 珍惜这一位 这么有智慧 而且发心横齿的弟子 所以佛陀就觉得说 今天我也要让大家认清楚 这一位 或许看起来 穿得不是很显眼的 或许如何等等的 这个人 这么奇怪的这个人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身团里面的长老 所以他就会特别的 佛陀就会特别讲说 来 这一位就是谁谁谁 希望能够让大家 把尊重佛陀的那一份心 也能够尊重这一位尊者 那就是一种传承的爱 你不要只爱我 你也不要只尊重我 你要尊重的是 我尊重的一切 你要爱我爱的一切 所以上人爱众生 佛陀爱众生 那我们也要爱众生 那这就是真正要去的 传承的爱 所以上人才会讲说 爱我就要爱我所爱的 那就是一切众生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这个普天之下 没有我不爱的人 这个爱是什么 是慈悲的大爱 它是一个无缘大 慈同体大悲 我不忍心你受苦 我不忍心你受苦难 所以我一定要尽我所能 而且是无私的去付出 对我没有任何的好处 但是我就是想要帮助你 想要帮助你 拔除这个苦难 这是这份爱 这是一个包容的爱 因为你要爱他的一切 他或许帮助了他之后 他会烦咬你一口 或许帮助他之后 他不会领这个情 或许这个人 不是你喜欢帮助的人 或许这个人 根本就不喜欢你 根本就不在乎你 而且还会讲很多话的人 你要不要帮助他 要 因为你不舍他受苦难 你不会因为你喜不喜欢他 而决定要不要帮助他 那就是慈悲 这就是包容 而且这份是传承 你这个上人爱的人 我们也一起爱他去 因为就是上人教我们 这个大爱是传承的 所以这个就是大爱 普天之下 没有我不爱的人 这个爱是慈悲的 是包容的 是传承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普天之下 没有我不信任的人 上人开示 普天之下 没有我不信任的人 大家了解了佛法 相信了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连毒蛇 这是讲到台湾 在三峡 曾经有毒蛇 盘在椅子上面 我包含没有毒 但是 是一条蛇 而且还蛮大条的 盘起来的 而且好像是卷在椅子 椅子 他那个椅子 下面四只脚 那中间有个空洞 好像是在那边 那静静的听法 不惊扰其他人 众生皆有佛心 所以上人讲的 这个相信是什么 没有我不信任的人 是相信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所以这个相信 这个信任 刚讲过了 相信众生皆有佛性 相信众生皆有无限的可能 信己无私信任有爱 所以就这是刚刚讲的 我们要有信心 刚刚提到了 成正信实的信 也是一样 你要相信有这个希望 人心进化一定会实现 社会祥和终究会达到 天下无灾无难 那就是净土在人间 我们相信他会成功 那就是一个信心 相信一个希望 相信众生皆有佛性 不表示现在就是 相信人心会被净化 现在也还没有 相信净土在人间 也还没有发生 相信总有一天 这个地狱会空 然后地上王菩萨 能够成佛 我相信 但不表示现在是空的 一样的道理 众生有无限的可能 众生都有佛性 但是不表示他现在就有 所以又回到了今天这一集 那就是迦瑟尊者 一样 当迦瑟尊者 穿这样的衣服 走进来的时候 介绍了之后 他就 原来他就是我们的 长老 原来如此 认识他了 但是他的这个过程 难道佛陀 没有跟他说过吗 有的 佛陀有跟他说过 你不应该 你要不要去 颜绒等等的衣服 要不要换一下 都有说 但他没有改 他没有想要改 也就是说 但是佛陀就怎么样 没办法 他执着嘛 执着这件事 那就放下吧 但是我相信 佛陀也相信 总有一天 伽舍尊者会改 总有一天 他的佛性 能够慢慢地把这些习性 慢慢地化解掉 总有一天 他的执着 他的这一个 执着在这一个项的 这件事情或许能够被启发 能够去超越 所以我深深刻刻地 在上人 这个今年 在几天前 对清修室的开示的时候 就讲到了 一样的道理 上人对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如何来培养 有尖头可以挑起承担的这些人 一开始给他一公斤 两公斤 三公斤 到五十一百 到最后 他就会发现 他能够继续挑 就给他千斤万斤 这什么意思呢 一样的道理 就像现在药草玉品一样 我给你多少 你喝多少 但是上人是有智慧地给的 就是说 你要试试看 他能不能接受 能接受一二三 五十一百 甚至千跟万 他就是一点一点 慢慢地加 看你的愿力多大 看你的力量多大 就是这么单纯 所以一样的道理 跟加设尊者 跟弟子们也是一样 我相信你可以 但不表示现在做得到 但是我知道你可以 给你机会 让你成长 但是我也要看到 你到底现在成长的是什么 先给你一公斤 先请你当协力 再来互爱 和气 和气开始就做得不错 但是觉得好像还没到核心 等等等等等等 一样的道理 那就是慢慢慢慢再往上走 慢慢慢慢再往 往更深入去走 那等到他适合了 再给他这样的一个 有力量的时候再给他 突破了某个程度再给他 不表示现在就做得到 但是给你机会 不放弃 持续地陪着你 等着你 所以总有一天 相信弟子也能够超越 也能够去除这个习气 就像加设尊者 相信现在 总不能讲 不能一直每天看到弟子 就一直跟他念他 念他念他 而是我知道有一天 你会超越的 我已经把 就是师父已经把目标 都跟你说了 就相信有一天 你能够超越 就是相信跟信任 信己无私 信任有爱 每个人都有爱吗 也要慢慢去启发 每个人都无私吗 也是要去启发的 总有一天 人人都能够成佛 所以这个跟之前 我们讲过的 成正信实的信 很像 就是这个四红四愿 众生无边 四愿度 无边你怎么度得完呢 烦恼无尽 四愿断 无尽的烦恼 你怎么断得了呢 法门无上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无量的法门 怎么学得完呢 对 就是相信 有一天 我们就能够达到 就像上人的三愿一样 人心进化社会 想要天下无灾无难 这也是总有一天 能够达到的 所以 有这样的可能性 我相信有一天 但是 或许不是今天 但我愿意陪着 这就是真正的 普天之下 没有我不信任的人 你现在虽然失败了 就像我们也常常 上人交给我们的工作 我们没有完成 我们做不到 我们没有完成 但是你说上人 就把你放弃 就放下了 算了 不理你了 没有啊 因为上人相信 有一天你能够完成 有一天你能够成功 那就是上人的信任 所以普天之下 没有我不信任的 我相信你能够成功 现在或许还不行 但你会成功的 那就是普天之下 没有我不信任的人 普天之下 没有我不原谅的人 我想这一个 是这三个理念 比较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爱一个人 爱众生 或者是信任众生 看我们就好了 这个人或许我不喜欢 这个人或许不喜欢我 但我可以决定 我要爱他 这个人或许值得信任 这个人或许不值得信任 但我决定信任他 这是我的决定 但是原谅就不一样了 原谅 我不是说我要原谅你啊 你为什么原谅我 我根本没有做什么事情 去爱到你 对不对 所以原谅是需要 它是一个反弹性的 要原谅他 必须要有一些事情 发生在前 所以这一个点 比较不一样 所以上人说 普天之下 没有我不原谅的人 虽然人人皆有佛性 但久经世俗 烦恼污染 人人皆是反复 上人讲得非常的清楚了 就像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 你相信他有佛性 但他现在佛性还没有现前 你相信他有潜能 但现在这个潜能还是潜伏着 他没有显现出来 而且这么久的世俗烦恼污染 他就是反复 他就是那种你没办法信任他的人 你相信他有佛性 你相信他终有一天能够成佛 但是他现在还没有 所以他会做一些失败的事情 他会做一些不对的事情 那接下来就要原谅他了 所以不只是放下 你要原谅他 所以人人皆有佛性 你相信他 但是他也会失败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启发 所以需要原谅他 上人说就像那个时候 2014年台北捷运 有一个随机杀人事件 受害者的往生的家属 那个苦 我们可以想象 这是台北发生的事情 当然在美国 美国有更多的这些校园枪击事件等等的 那个家属是很难放 是放不下的 所以有位妈妈就跟上人说 求求师父 让这个往生被害的 亲安自在 这个是妈妈求的 那上人就跟他说 他早就亲安自在了 你如果放下 能够更亲安更自在 这是什么意思 你要选择原谅 一听 愁苦的脸就放开了 因为他放不下的是他的孩子 他以为他孩子放不下 上人就跟他讲 早就都已经放下了 早就 孩子都已经 都已经到下辈子了 都已经亲安了 你如果不放下 那他就没办法 所以不舍家人 但是放下仇恨 原谅 才有办法 能够跳脱这个负面的心情 所以其实我觉得原谅 我记得感觉 他是在六波罗蜜当中 没有原谅 是忍辱 可是我觉得他比忍辱跟忍耐 更高一层 因为你只是忍辱 你只是把他忍下来而已 你没有化解他 等于是你心中的这一个 waste basket 你心中的这一个垃圾桶 非常的大 而且越装越多 越装越多 最终 最终也会爆炸 爆出来 因为他一直残留着 他没有化解掉 八四田放的越来越多都是 我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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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每个都是种子 他终究会 终究会发芽出来 但是原谅是什么 原谅是排解 原谅就是疏导 有点像刚才 我们讲到的这个 成正信誓 成是那个生命力 你把生命力改成是 那种怨恨力 也是很强 你有正向的力量 你也有负面的力量 那个仇恨力 复仇力也是很强的 那正就是导正 像这么多的水 由爱如潮水 恨能不能是潮水 也可以啊 所以 这根本大的潮水 你要把它挡下来吗 你只是把它塞在这个地方吗 不可能 也是要原谅 所以正就是在原谅 要导正它 所以光是忍入不够 你就都会爆炸的 你要原谅 要放下 所以这就是普天之下 没有不原谅 你必须要走这条路 你就必须要能够化解 你必须要能够接受 你必须要能够顺 你才有办法能够真正的走 所以普天三五 普天之下 没有我不爱的人 普天下 没有我不信任的人 普天下 没有我不原谅的人 那今天 那这个 那这个 我觉得 从这普天三五当中 我觉得延伸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常常 常常我们都是 这个 以我们作为主角 来思考 就像是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 故事当中 我们在读故事的时候 我们都会把自己 想象成是那个主角 那 所以普天三五 就会问我们自己 我怎么去爱所有的人 我怎么信任所有的人 明明他对不起我 明明他做错了什么事情 明明他做了让人 不信任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信任他 那我怎么去原谅所有人 但是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换位思考 我们如何去想象 那我们又怎么让所有的人爱我 我们又怎么让所有的人信任我 我们又怎么让所有的人原谅我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不只是你要爱所有的人 你有没有被爱 你有没有做到让别人爱你 你怎么去这样子做到 所以上人也是一样 我 我们常常都讲 上人我为什么这么爱你 上人说因为我在还没有 你还没有认识我之前 我就已经爱你了 所以怎么让所有的人爱我 倒过来 普天三五 如何能够让所有的人 普天之下 没有人不爱我 普天之下 没有人不信任我 普天之下 没有人不原谅我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做到那样子 愿能够让这么多人 不喜欢的人 我不喜欢的 不喜欢我的 或者是相信我的 不相信我 什么等等的 都能够爱我 认识我的 不认识我的 也都能够爱我 你怎么做到的 你怎么让所有的人信任我 你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 你怎么做错了事情之后 还能够让大家能够原谅你 那就是一个换位思考了 我们就去想这一些 那最后呢 还是进入到我们大灾问 请问 等一下大家有机会 也能够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这个大家 大家心目中的一些想法 那今天的问题 今天的问题是这个 那当然 这个 当然 我在问大家之前 我都会先自己解答 自己会自己先回答 普天三五 普天之下 没有我不爱的人 普天之下 没有我不信任的人 普天之下 没有我不原谅的人 普天三五当中 哪一个你最难做到 这普天三五 没有我不爱的 没有我不信任的 没有我不原谅的 哪一个最难做到 然后哪一个最难 让别人对你做到 你怎么最难让别人 爱你 还是信任你 还是原谅你 你要自己去想 你要自我盘点 听完之后 自我盘点 好好的去想 普天三五 哪一个最难 哪一个最难让别人对你 好 那我的答案呢 我先讲到 我先讲 普天三五当中 这个 没有我不爱 没有我不信任 跟这个 没有我不原谅 我先讲哪一个 最难让别人对你做到 最难让别人 对我做到的是原谅 我觉得 因为 我是个非常 这个 我的个性 如果我认错了 那要道歉 要祈求别人的原谅 是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我的问题就是在 我不认错 总是会有很多的 很多的理由 总是会想很多的道理 歪理 借口 所以 会去让自己觉得 其实我并没有错 那当我觉得我没有错的时候 我就不会去认错 那当我不会认错的时候 就很难让别人去原谅我 当然 我相信 上人 然后或者是 一些师父跟同事 他们或许 这个心包太虚 所以他不用你认错 他也可以原谅你 但是这就是我最难的地方 就是 如果我认错了 如果我知道我做错了 我很愿意认错 但问题就在 我自己 也知道自己这个脾气跟习性 就是 很容易去 去转一些 把一些道理转一下 等等的 然后去想一下 就发现这不是我的错 这样子 这是我 或许别人对我会觉得 难以去原谅的地方 或许 那哪一个难做呢 我觉得 我觉得某种程度 信任 信任 我觉得爱众生 我觉得是 是还可以 还可以努力做到的 至少还比较好的 但是讲到最难做到的 我觉得也是这个信任 你说真的要相信 每个人都能成佛吗 就像是 就像我家人好了 我就觉得 我很难 很难想象 他们有一天会 全部都吃素 我已经很努力了 也跟他们说 跟爸爸妈妈说 这个 吃素是健康的 一定要一起来吃素 但 我实在是很难想象 有一天 他们真的会 愿意 愿意 吃 这就是 我信心不足 信心不足 我看不到那一个 或许 或许 未来 或许 未来 或许 会有这个机会 但我觉得 应该是很困难 所以我自己 就很缺 缺乏这份信心 讲 对身体好 现在也很好吃 也不用 每一餐都有肉 我觉得 没有我不信任的 我相信 相信未来 人人可以成佛 但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代 还没有到那个时代 所以 我们都有自己困难的地方 而且我今天 这个普天三五 它是就是讲到你的心坎里面去了 最难做到的是哪一个 所以我今天就很诚实的回答大家 我觉得 最难做到的是信任 因为我觉得 有一些人 他真的不是那种 你真的可以去改变他的 那 我觉得 我对 这个 人人皆有佛性 我相信 但是我觉得 不是这个时候 不会呈现出来的 至少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这个对于吃素 我不是说他不是好人 我不是说他不是坏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对于吃素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实在是很难看到 这个像我的家人 我的爸爸妈妈 就真的会愿意 这个全部吃素 那当然如果他们听到 我现在讲这段话 然后 很希望能够为我 为他们自己 来吃素 那我当然会非常高兴 但是我觉得 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然后 然后那 哪一个最难让别人对你做到 我觉得是 这个原谅 因为我 也是实在是太 太 太降了 那 这也是我不要改的地方 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普天三五 那希望呢 这就是佛法在生活中 能够透过佛法 让大家都 对这些内容 在生活当中 你真的看到了 什么叫做普天三五 什么叫做 没有我不爱的人 什么是爱 那种慈悲的爱 那种无私的爱 那种包容的爱 那一种 这个 这个 这个传承的爱 哇 那个真的是 不得了的爱 上人都做到 做给你看 所以不要只是唱着 比手语完 就觉得 啊 这个普天之下 没有我不爱的人 没有那个爱 是非常的深刻的 很深刻的爱 然后信任 也是 现在或许还没做到 但相信你 总有一天会做到 我也是很缺乏这个信心 就像你现在讲说 我们2030年 2050年 要达到碳中和 你觉得 我觉得 我现在是没什么信心 实在是没什么信心 那当然会不会做到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没什么信心 就是你相信 但是感觉就是有点困难 就是这个难度 那原谅真的不容易 因为忍耐跟忍辱 都只是把它放起来 把它包装起来 但最重要的 这个忍辱 这个六波罗命中的忍辱 它的下一步 一定就是 就是原谅 你必须要化解 你必须要能够去放下 你必须要能够引导 把这个恨怨如潮水的力量 也要引导它进入大海当中 否则的话 它也最终最终会泛滥成灾的 所以就是今天的普天三无 那用这样的方式 来跟大家做分享 感恩大家